今年以来外资卖超7600亿元 指数也从最高点的18619点 一路跌个不停 转眼又来到万六大关保卫站 不少投资人觉得这两年股市很好赚 纷纷前进股市 尤其是这两年开户人数高达百万人之多 想必今年总是感到垂头丧气 心中想着该不该毕业吧 投资不是一天两天的事情 老牛总是告诉投资人看长不看短 今天就从获利、股利与股价来切入 这三家老牛施房股具备以下特质 连续15年配发股利 平均发出3元现金 填息几率100% 殖利率大于5% 股价也就翻倍上涨 先问自己一个问题 究竟是公司不赚钱 还是你报不紧呢? FED升息两码 股失血流成河 美股蓄落 新台币大扁 台股 弱弱弱弱 stare 盤中卖压承重 电子股无力 金融航运接连沙滴滴 跌破去年5月下旬的低点 面临万六关卡保卫战 台股产率 护国神山 台积电 沦为外资提管机 股价一度最低 甚至来到了505元 公项九天旋律 价道 800英尺 500英尺 降落 降落 大盘呢 算了 老牛还是去看剧好了 老牛是要说 在通膨的影响下 如果薪水没有增加 可是碰上物价飞涨 你买的东西就变贵不少 即使是有加薪 但也被通膨吃光光 所以一般民众的实质薪资 还是倒退的 那该如何抵挡通膨的冲击呢 投资人当然可以选择 抗通膨的股票 会来的比较安全 所以老牛今天就来说说三档抗通膨爆紧股 櫻花 根基 捕蜂 老朋友应该都知道吧 这三档个股上市超过20年 并且连续15年配发股力 近5年平均发放率 接有70% 也就是公司赚100元 会拿70元以上跟股东分享 近5年平均会发3元左右的现金股力 接有5%高值利率 近期FED升息 特别对利空反应敏感 尤其是现在当冲热烈 涨跌都会加速 只要稍有风吹草动 就容易出现急杀回挡 所以这个时候抗通膨的股票 就会相对重要 可以将其加入到自己的投资组合当中 也会比较安心 投资应该先处理好心态 做好正确的风险管控 就能够安心报警警 从这次的股灾当中 就可以发现到 建构出一套值得报警处理的投资组合 十分的重要 即便是再次发生剧烈震荡 你也不会轻易的动摇 股神巴菲特跟彼得林区等投资大师 除了投资眼光精准之外 重点是他们处理风险的优越能力 才能够让他们安然度过的投资危机 所以不要把鸡蛋放在同一个篮子里 就是分散风险的具体关键 我们不仅能够借由投资组合 来提高报酬率 还能够在市场处于多头趋势时 获得高于市场的平均报酬 更能够在黑天鹅到来时 将自己的损失降到最低 在投资当中 风险是不可避免的 所以我们应该仔细地分析 勇于面对风险 而建立投资组合的正确思维是 1. 寻找适合的标的 2. 分析预期风险与报酬 3. 建立投资组合 4. 结合投资目标 所以在建构投资组合时 老牛常常会被问到 要纳入怎样的个股 才算是好的投资组合呢 老牛会建议掌握两个原则 1. 低风险 筛选出获利加 成长力强 负债低 现金保 市占率较高 等较其他公司出色 且又具竞争力的企业 例如说 平常不篡钱的公司 当然在股灾来时 承受力会较差 2. 低相关 投资组合中的各家企业 因为产业不同 族群不同 市场也有所不同 使得彼此的相关程度较低 可以避免突发事件发生时 引起同样的叠价效应 把握住刚所说的极点原则 再搭配抗通膨的股票 这样在股市下跌时 就能够放宽心 持续暴紧紧 老牛就先来介绍 今天的第一支 抗通膨暴紧股 樱花 股票代号9911 有在follow老牛的朋友 应该常听到老牛提到他 樱花是台湾厨具领导品牌 主要产品为厨卫三宝 热水器 瓦斯炉 厨油烟机 其中台湾的市占率高达5成以上 近期切入整体厨房规划 以及进水设备销售当中 目前在台湾拥有超过3500个销售据点 并且逐步布局中国及越南市场的扩展 樱花重点汇总 连续17年配发股力 连续2年股力成长 近5年平均发出2.95元现金 近5年填息几率100% 近5年殖利率平均5.79% 存股5年报酬率162% 年化报酬率21.2% 樱花是被老牛戏称为樱花媚 今年即将配发3.6元现金股力 股力在创新高 并且第一季的EPS为1.39元 一直以来樱花的营收及获利都相当稳定 是默默成长的好公司 并且要加上近期发股力 所以股价有跟着上去 打开股海老牛APP 使用上方的股力价值线 并且用过去5年的平均股力 来计算股价位阶 我们可以看到樱花 目前的股价为63.9元 越来越接近红色的合理价58.8元 而蓝色的线则是便宜价47.04元 鼓励价值线这个功能 是老牛觉得空头的时候比较好用 因为平常都太贵了 接着是第二档通膨报警股 根基 股票代号2546 前阵子老牛也有介绍过 右上角附上影片 让你们可以点去看看哦 根基营造是营造公司 也是贯德建设旗下的小金基之一 根基重点汇总 连续15年配发股力 连续6年股力成长 近5年平均发出2.87元现金 近5年填息几率100% 近5年殖利率平均7.78% 存股5年报酬率279% 年化报酬率30.5% 根基是老牛很喜欢的高值利率股 今年即将配发2.6元现金股力 以及1元的股票股力 股价波动不大 但是获利稳健成长 适合长期报警警 大盘震荡时也适合作为保底的投资选择 我们一样使用APP中的股力价值线 用过去5年来评估 可以看到根基目前的股价为52.3元 位于红色的合理价57.4元 以及蓝色的便宜价45.92元之间 已经来到相对便宜的位阶了 最后第三档抗通膨报警股 是捕风股票代号1215 捕风的母公司为泰国政大集团 主要产品为饲料 生鲜肉品及鸡肉鸡蛋等加工产品 以台湾内销市场为主 销售区域为全省各地 以整合上中下游的经营模式 发展自由品牌 捕风重点汇总 连续16年配发股力 连续3年股力成长 近5年平均发出3.5元现金 近5年填息几率100% 近5年殖利率平均5.33% 纯股5年报酬率110% 年化报酬率16.1% 捕风近5年的ROE平均都有15%以上 也是营运及获利稳定的好公司 捕风今年配发3元现金鼓励 以及1元股票鼓励 老牛看到网路上有人担心 今年无法填息 傻傻的 持续获利的公司不填息就便宜减啊 我们从近5年的股力价值线当中 可以看到 捕风目前的股价为80.5元 仍然至高于便宜价的56元 以及合理价的70元 好啦 今天分享的这三档个股 之前老牛都有介绍过 有兴趣的小伙伴 也可以回去复习一下之前的影片哦 老牛想跟各位喜欢伙伴说 在空头来临时千万别瑟瑟发抖 甚至把APP删了什么都不看 除了刚刚的鼓励价值线功能 4月的营收已全数公布 别忘了使用营收抢先干的功能 建议寻找营收创历史新高的公司 话题性会比较足够 吸金的程度也会来的比较高 最后 你们要先把心情稳定下来 每一次的下跌都是一次机会 但是买股票不用急躁 耐心等待买点就好 当然还要记得每周四晚上准时收看 老牛为你精心准备的优质内容哦 今天老牛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哦 记得到骨骸老牛APP中 领取7则终身优惠 骨骸老牛APP让你了解公司的营运模式 深入分析财务绩效 看完影片请你记得按赞订阅与分享 还要开启小铃铛 这样每次上新影片的时候 就会推送到你的手机里哦 如果错过新影片也没关系 只要到老牛的频道中 就可以看到我的所有影片 下次想听哪一档股票 记得在下面留言告诉老牛 不害老牛带你挑便宜股 报警公司大趋势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